高雄化工廠感染源还不明 前证区筛检站民众陆续来筛检 但高雄化工厂扩染再加二 两位女作业员因转阳确诊 两名女作业员分别是案22958和22959 被匡列踩阴 27号都出现症状CT值分别14.8和15 两个人同样二号机台作业一起轮班 同一个餐厅和休息室传染时间点一致 负责机台是第二机台 两位都是同样的同一班的同事 化工厂扩练还在烧案22456 60多岁领班被怀疑是指标个案 17号是最早发病 19号看诊但没有裁剪 24号匡列确诊CT值21.42 一口气传染职场同事16人和家人4位 目前累计21人 而定序出炉病毒株台湾首见 今天定序出来呢 他是VA2 他的病毒株在台湾还没有看过 高雄出现最新变异病毒株 让人搓雷蛋 推测可能是境外传入 也可能是防疫旅馆出现漏洞 港口或外地感染都有可能 全高雄市筛了破万人 虽然强调没有社区感染风险 但一天没揪出感染源 就一天无法心安 就黄世音金线忠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副人